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阵容分析 老干爹阵容为经典的以大嘴为核心的四宝一体系 对ADC位的要求极高 显然 Intel的能力足以胜任 但中上均选择功能性开团英雄 在后期大嘴装备成型前 无疑是对团队运营能力巨大的考验 而OG的阵容 吸血鬼对线 可以完全克制石头人进行分推 蜘蛛和安妮的选择 则将前中期团战的主动权掌握手中 三个核心位置均具备相当高的输出潜力 完全不去团战 不怕比赛脱入到后期 比赛开始 开局老跟爹众人抱团入侵红色方上野区 并作试验到所有地图上半区路口进行封锁 确保换线开局成功 而OG见状竟向开局 下落二人帮助蜘蛛打掉石头人 双方AD各自换线发育推塔 不同的是 魏选择帮助大嘴快速地推线拆塔 并于5分22秒时推掉OG上路一塔 取得经济领先 但直到游戏进行到七分钟 魏始终只有三级留下隐患 游戏时间8分51秒 石头人传送配合魏 入侵红色方蓝buff野区 但发条魔灵即使使用大招 抢下蓝buff并平安离去 石头人使用闪现大招 强行配合下落月塔 也被闪现逃掉 只好无奈撤退 而贪心的魏 还在打魔爪蛙 被安妮蜘蛛闪现过墙打残 随后被赶来支援的发条收获人头 与此同时 七血鬼上路疯狂发育 等级领先并带掉上路一塔 石头人对线更加艰难 游戏时间11分07秒 蜘蛛安妮入侵蓝色方下野区 布下大量眼位 让刚刚升到六的位 完全受到监控 没有任何作用 而此时中上两路被压艰难兑现 石头人更是被吸血鬼压到一倍之多 14分35秒 掌握主动的OG 利用大嘴和布隆回城更新装备的时间 成功收获第一条小龙 老干爹陷入被动 游戏时间16分10秒 大嘴当吸血鬼面 洋装回城 吸血鬼没能看到绕后的布隆 自信单挑 交出闪现 仍被大嘴收获人头 随后 大嘴闪现躲掉赶来支援的发条 致命的大招 在布隆 碌碌的支援下 果断反打追击 成功收获双杀 帮助老干爹挽回局势 游戏时间20分54秒 老干爹 以放弃上路兵线为代价 五人齐聚石头人 整装待发 成功夺得第二条小龙 随后 石头人闪现大招 强开撤退的欧记重任 大嘴再次收获了第三个蜘蛛的人头 但此时吸血鬼 已将兵线带入高地 老干爹中尚也被迫撤回 随后 21分45秒 安妮带着复仇之矛 和发条闪现 强开大嘴 但大嘴完全不怂 配合支援的布隆 击杀残血安妮 随后 从隆闪现过墙逃掉 欧记寄予厚望的一波 只达成了辅助的一换一 老干爹 此时虽无经济优势 但士气如逢 并于26分40秒 石头人配合陆路 击杀单独带现的吸血鬼 27分钟 先后退掉中路一躺 拿到第三条小龙 欧记只能暂比锋芒 28分18秒 打野位 认定优势很大 走位极击